台大學機械系博士森林寶超表示 台灣大型車輛密度高 對交通安全有很大的影響 他以前在客運的汽車保養廠上班 看到很多大型車輛刹車異常的案例 加上弟弟本身是拖車司機 促使他投入研發大型重型車輛的刹車系統 希望能夠減少交通事故的發生 原廠的煞車如果失效之後 我們都有辦法讓這個車安全的把它停下來 然後免於造成追撞或者翻覆 或者造成其他用路人的生命財產的損失 這是我們實驗室最近幾年在推動這一塊 台大學研發廠張順長表示 歷史一年多研發成功的多介質壓力遠自移動 載具之背緩刹車裝置 是在原廠的氣壓刹車中附加油壓刹車來當背緩 因為它保持原有的刹車結構 加上創新的輔助系統提升行車安全 很高興這次能在世界三大發明展之一的 紐輪堡發明展中獲得銀牌 目前這階段的話只做一個產品的功能圈而已 所以接下來我們的一個方向是要再找配合的廠商 實測廠商然後把我們這套系統安裝在它那個大型車的一個煞車 一個分房這邊然後實際的來做煞車力的測試 目前這項裝置已經取得台灣的專利 將尋求廠商做進一步的實際測試 希望能夠早日量產上市增加交通安全 大夜人新聞劉欣校李閨妹採訪報導